老爷爷和卡卡赛跑 在迷你世界里有一个小村庄 村庄里头有一个小男孩 他名叫卡卡 这个名叫卡卡的小男孩 一跃能上房顶 哇哦 他跑起来比猎豹还要快 咻的一下 像一阵风一样就不见了 村庄里面的小伙伴都非常喜欢这个卡卡小男孩 因为他不仅跳得高还跑得快 大家都特别羡慕他 但是卡卡小朋友非常的不领情 非常的高傲 看都不看小伙伴们一眼 他独自一人就回家了 留下一群崇拜的小伙伴们 路过的老爷爷看到了以后 非常的生气 于是老爷爷决定教训一下卡卡小朋友 老爷爷来到卡卡家门口 跟卡卡说 卡卡小朋友 我要跟你比赛 卡卡听到老爷爷的话 一愣 便说道 咦 老爷爷 你要跟我比赛 你这么老了 我这么年轻 你比得过我吗 我比不过你吗 但是我比得过你啊 要不要试一试 我们来比赛跑步怎么样 好吧 那我们就比赛跑步 走吧 于是老爷爷和卡卡便决定 用赛跑来决定他们两个之间的事情 随着音声烟花响起 比赛开始了 看卡卡小朋友像一阵风一样 一下就不见了 老爷爷跑的是真的慢呀 我估计他追不上卡卡喽 咦 老爷爷呢 哎呦 还要跟我比赛呢 人都不见影子喽 去哪里了呢 哎呦 重点也不远了 我感觉我还是先睡一觉吧 等等老爷爷 就这样卡卡小朋友居然在比赛的时候睡着了 老爷爷还在加油努力的跑着跑着 虽然他跑得非常非常慢 但是他从没有放弃过 老爷爷跑了大概一个上午 才到卡卡的位置 但是卡卡还在睡觉 卡卡哟卡哟 老爷爷都超过你了 你咋还在睡呢 唉 老爷爷都快跑了一天了 终于是快到了 咦 我睡了多久了 怎么天都快黑了 完了 我还在比赛呢 我得赶紧开始跑了 啊 加油吧 卡卡在奋力的追着老爷爷 但是老爷爷 马上就要到终点了 哇 小伙伴们 放起了烟花 为老爷爷庆祝 卡卡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完了 我居然跑不过一个老爷爷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做一件事情 要坚持下去 即便是你有一技之长 也不要骄傲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 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小演员 然后 我们的卡卡小朋友是 咬五口甜甜的鱼 然后灵竹是老爷爷 然后 这个 呃 大眼珠子 是裴鸡 玛丽是戴眼镜的 四眼田鸡 利落是 这个花小龙 还有雪梨 好了 好了 那么的话 咱们今天的小短剧 就到这里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一期小短剧再见 大家罗 记得点到 안녕